家喻生活,值得更好。 我是羅藤堡莊園的主人,我本來在銀行上班,唯一讓我放鬆的事就是和我太太去歐洲旅遊,享受那裡緩慢的步調。 有一天,我決定要為自己的人生規劃,於是我提早退休,來到了宜蘭,建造回憶中的歐洲鄉村莊園。 這個地方它的好處就是美能寬,59米,那深50到60米。 它比較方正。 我都比較方正。 這算是都獨式建築。英國、德國、法國都看得到這種建築物。 不論在裡面、外面,木頭的框架很多。 牆壁是木畫石,是用木畫石拿起來的。 外牆。 它很像是童話故事當中的城堡,然後旁邊有非常多像綠色的地毯、草地,還有這樣綠樹包圍。 有一次參加什麼德國的羅曼蒂克大道,走那條路。 然後有去過羅藤堡,我發現那個建築物很漂亮啊。 然後那個線條分明,我要建一棟劣勢那種房子。 我本來在銀行上班嘛,那我就想做,然後就先去買地。 要畫圖嘛,畫圖一定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,還是到處走。 我五十幾歲就退休了,提早退休。 然後就畫圖,畫兩年多。 所以許大哥你完全自己一筆一畫自己來。 對,自己來,對。 你滷一滷,滷一滷,聞看。滷一滷。 嗯,好香。 對,茶樹精油就是這個來的。 哦。 當初種稅樹我是帶著怪手,這位置擦進去。 請怪手來,我這裡要一棵樹先挖,那裡要一棵再挖。 挖完再帶它另外一個洞,再找另外一個地方再種。 等於你連樹要種在哪裡都先想好。 對啊,都想好了。 我大部分都漏魚松啦,我要穿插一下別的樹種。 因為這樣也有,有一種就是加分或是相承的效果啦。 種樹也要有美學層次,對不對。 對啊。 種樹也要懂得美學的種法這樣。 有高有低,不同的樹種做搭配。 對,不同的樹搭配,對。 因為我牆壁是貼木畫石嘛。 那天安板,天安板是岩木棕房嘛。 那我又督朵式建築,它又是一些木頭的類似框架,很多框架。 那這種歐洲相織通格的話,有很多元素都要加進去。 譬如說彩繪燈,彩色磁磚,還有鐵劍。 我自己去那個德國TD5買的。 菇菇裝? 對,菇菇裝,對。 好可愛。 對。 這直接是年輪耶。 年輪啊。 對不對。 對,這年輪。 這你看,每一個就一年,你看幾年。 這個百年了吧。 你看,幾年。 哇,歷史好悠久。 這很久。 然後可以當茶季用。 你要房間大一點,還是客廳大一點,這個很難拿捏。 你要捨。 有時候我現在想想說,哎呀,我當初如果哪個地方弄大一點就好了。 可是沒辦法啊。 那時候其實也是很困擾啊。 我主要想法是說,我要我的客廳比一般的大一點。 第二呢,我的樓梯要很好走。 所以你看到我樓梯很寬敞。 對。 很寬敞,又平緩。 我這邊辦公很多場那個婚禮嘛。 那個新郎、新娘都直接手牽手,手下來了。 沙拉,還有麵包。 這個蛋我煮五分鐘,很好吃。蛋黃很香。 半熟蛋是不是。 我太太是宜蘭人啊。 回到宜蘭,對他來講是,我過去生活在這裡,很能夠適應啊。 只是在要退休的時候,他有點說捨不得。 因為宜蘭上班收入還可以夠。 他們有說徐大哥不要退休。 對啊。 不准。 不可以。 很多人都,都之後不好,不要了,你不要再弄。 那到時候失敗的話你就慘了。 那為什麼徐大哥你願意這樣子? 我那時候應該是龐大吧。 對啊,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說,會做得好或做不好。 也沒有辦法想那麼多嘛。 因為想做就決定要做。 錢不夠就借啊,就跟一郎借錢。 想要實現心裡的那個夢想。 對。 哇,好香喔。 我覺得迎面撲鼻而來是那個香山的味道,對不對。 對,沒錯。 我窗戶要多一點啦。 所以必須把房間放在兩側。 所以窗戶就比較一般都比一般多或大這樣子。 二樓的房間其實我覺得斜屋頂是很大的一個特色,對不對。 對。 對。 建築本來是斜屋頂的嘛。 所以剛好配合這個建築物,這樣子。 我二樓每個房間都可以走出去看外面有陽台。 看洛宇頂這樣。 哇。 這個洛宇頂就在眼前。 對,在眼前。 都摸得到。 好漂亮喔。 摸得到。 真的喔。 看到有很多小鳥在這邊飛來飛去耶。 對啊。 會來會就代表它可能就有小鳥。 對,這一棵裡面應該有。 對,這一棵裡面應該有。 對不對。 這一棵經常有。 就生態真的很好。 對。 乾杯。 乾杯。 因為我們是平安人嘛。 也做不了什麼大事情啊。 但是能夠這樣就好了。 有一個舒服的家就可以了。 對,這樣就好了。 對。 好… 對… 對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